今天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一则最新的消息 就是已经连续发生多起火灾意外的台塑六清场 今天傍晚又发生了火警了 这次是在台塑石化公司的炼油三场 目前初步了解 疑似是因为炼三场的玩化油外泄而起火 幸好火势在20分钟之后已经扑灭 那么要引入软化油的这个开车的过程之中 那么发生泄漏 那么这银火冒黑烟出来了 那么大概在16点48分 就全部把它扑灭掉了 那么当然这个削弱的原因也 那么这整个冷气需要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公安联练会在去查出 确实的原因在哪里 六清管理部表示 这起火警是属于停工中的厂区 在今天下午在试车的时候 突然发生异常冒出了黑烟 目前先洒水降温 至于起火原因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然后这一步的调查